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岁的陶景便在其中是被执行死刑的最年轻女毒贩 在她临死前最后的要求是取下毕月环 审讯室里外科大夫为其搭起一个临时手术台 在与亲属最后诀别之时 20岁的陶姑娘倒训斥起正为她流泪的哥哥 当终止会面时 瞬间撕心裂肺高喊她年迈的母亲 妈呀 母女俩抱成一团 岂不成声 最后留下了亲爱的妈妈的字条 被捕 1991年10月8日中午时分 在昆明儿童医院旁的小巷里 一名打扮时髦的女孩再来回踱步 她穿着漂亮的碎花裙子 手里抓着一个小提包 不停地东张西网 一副焦躁不安的样子 等了没一会儿 一位头戴白色运动帽 手拿黑皮包的男人走了过来 你是逃近 男人低着头瞥了她一眼 女孩没有答话 而是点了点头 或呢 男人追问道 女孩慌忙把小提包递给了她 男人拉开提包 捏了捏里面的东西 随后灿然一笑 抬手抓住了女子的胳膊 与此同时 街边的面包车侧门被拉开 三五个男女涌了出来 女子坐视要跑 却发现走神间早被男人戴上了手铐 不许动 警察冲上来的人喊道 他意识到自己被捕了 贩毒被捕 花季少女拒不招供 昆明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的审讯事理 一男一女两位民警正对被捕女孩审讯 其中的男警官就是与他对暗号的男人 此时已经换上了警服 姓名 年龄 籍贯 男警官问 陶静 二十岁 得红瑞丽人 第几次干这个了 第一次 陶静打道 呵 第一次 第一次就干越境贩毒 我再问你 第几次 男警官再次问道 陶静没有改口 真的是第一次 男警官也没纠缠 而是坦诚说道 你们在昆明的下家已经被一网打尽了 我也知道 你不过是个跑腿的 你只需要告诉我 交给你毒品的人是谁 叫什么名字 他在哪里 陶静低着头 闭口不言 当时 贩毒的陶静尚有二十岁 一旁的女警官则 语众心长的说 我们已经查了你的记录 你之前也没有过劣迹 年纪轻轻 长得还这么漂亮 既没有结婚也没有生孩子 还有大把的未来等着你呢 那你知不知道 你所携带的高纯度 海洛因有二百克 被判几次死刑都不为过 听到死刑 陶静忍不住颤抖了起来 当然 你也不要怕 如果你和我们合作 交代出上家的名字和躲藏的地点 就可以视作立功表现 获得宽大处理 也能免于一死 你才二十岁 在监狱里好好服刑 三十出头就能出来 还可以结婚生孩子 一样有大好人生 女警官的话 自自恳切 但是不知怎的 陶静身子渐渐不抖了 反而平静了下来 在之后 无论女警官如何小之一理 动之以情 都没能令陶静开口 如果你不争取立功 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女警官抛下一句话后 就只好按照程序 将陶静送进了昆明市看守所 他被作为死刑犯 带上了脚料 情路不幸 一蹶不振辍学打工 陶静的身世 警方早在行动前 就已经摸擦得一清二楚 陶静由他的母亲带大 算是单亲家庭的孩子 他的父亲在他上小学时 凭借自己帅气的外表 俘获了不少女人的芳心 也借机出轨了几次 某一天 陶静在学校扭伤脚 被老师提前送回家 于是他惊讶地发现 父亲竟然和邻居阿姨 赤身裸体地睡在床上 而这件事也被传得人尽皆知 这让陶静感觉 自己在外人面前抬不起头 也不再有以前活泼开朗的性格 变得沉默寡言 那次事情之后 母亲在父亲的下跪挽留下 选择继续维持家庭的圆满 可没过两年 父亲就再次出轨 家庭无可挽留地破裂了 哥哥跟了父亲 他跟了母亲 母女二人的日子过得很艰辛 为了赚钱 母亲总是大包大揽 各种繁蕾的工作 终于有一天 他因为工伤事故腰部受伤 失去了劳动能力 只能依靠一点 并退不住维持圣绩 心情与家庭上的不完整 不如意 使得陶静在爱情上找补 受父亲的高颜值影响 步入青春期的陶静 出入得漂亮得体 学习成绩也始终在班级里 名列前茅 是被公认的笑话 高一的时候 陶静和学习成绩全班第一的男生爱到了一起 为了创造恋爱的私密环境 两人总是陶客出去约会 久而久之 成绩自然一落千丈 高考过后 陶静的男友只考了个普通大学 他则差了十几分落榜 高考实力的男友因此怪罪他 认为是因为和他恋爱耽误了自己的前途 然后毅然决然地甩掉了他 陶静无法接受曾经与自己海市山盟的恋人 转眼成了仇人 背受打击的他放弃了复读机会 选择去瑞丽市区打工 什么都不会的他在一家发廊做洗头小妹 因为陶静长相娇好 外表出众 周边的男人都爱来这家发廊洗头 点名让他服务 要知道 那时的发廊在人们眼里并不干净 洗头小妹往往都在暗地里谈好价格 然后约去周边的小旅店提供特殊服务 因此绝大多数点名陶静洗头的 都认为能花点钱私底下和他发生点感情 此时的陶静并未被钱压得喘不过气 他刚刚步入社会 傲起于自重仍主导他的灵魂 对于出卖肉体赚钱的行为 他嗤之以鼻 只一心洗头的陶静也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因为点他的人太多 他每天的手腕都酸痛到不能伸直 不仅如此 他还要承受巨大的诱惑 经常有老板拿着几百元钱往他手里塞 示意他去旁边的旅店玩一玩 对于这些顾客 陶静都会毫不留情的呵斥 某一天 发廊里来了一位二十多岁 皮肤有黑的男子 从他的穿着打扮上可以看出是个有钱人 他每次都点陶静洗头 时间长了 两人就多聊了几句 男子说他是来自缅甸的华侨 叫杨博来瑞丽做生意 杨博谈吐优雅 长相帅气 也从未像其他人那样做出下流动作 这使得陶静对他的观感不错 有一次杨博来洗头 因为前面有一个客人 他便坐在一旁等候 那客人一边洗头 一边调笑陶静 甚至忍不住上下其手 一旁的杨博见陶静惊叫着闪躲 起身就将那位客人揪起来 二话不说 便从发廊扔了出去 那客人也不知杨博底细 灰溜溜的走了 为了答谢杨博 陶静请他吃饭 饭桌上 杨博表达了自己对陶静的喜爱 之后杨博每天都来找陶静 每次都送一些贵重的东西 一来二去 陶静再次坠入了爱河 他们同居在了一起 陶静也献出了自己的第一次 然而 原以为找到真命天子的陶静 却并不知道 这是他走向深渊的开始 沉溺幸福 维持关系引导藏毒 自打两人同居之后 杨博对陶静的关爱体贴 令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 他不再需要去发廊洗头 住着杨博租来的房子 每天都下馆子 晚上则一起去高档场所唱歌跳舞 他有换不完花样的衣服首饰 也有洗头一年都赚不到的零花钱 他已经开始冲进婚后的日子 不过 聪明的陶静发现了杨博的问题 经常接触过的杨博 一直声称自己是商人 但是每次都没见带什么值钱的货物 尤其是两人同居这么久 每隔几天就要换一个房子 且陶静没法主动联系杨博 每次都是被动收到他的信息 陶静把自己的发现 一五一十的对杨博说 问他到底在隐瞒什么 杨博也不避讳 说自己其实是在做白粉生意 瑞丽人都了解海洛因 毕竟每年都有一批毒贩被拉出来枪毙 陶静也见识过很多次 得知真相的陶静提出了分手 还打掉了肚子里的孩子 可当他回到家中 面对破旧而且家徒四壁的房子 还有颤颤悲悲走路的母亲 再回想到前一段时间 纸醉金迷的生活 断崖般的落差 让他内心的欲望久久不能平息 更重要的是他也对杨博付出了太多感情 几天后杨博过来恳求他回去 他思前想后最终同意 陶静回去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医院安装了避孕环 他不想自己再怀孕 生下的孩子却没有父亲 而杨博却打起了陶静的主意 他怂恿陶静说干这行的人很多 被抓到的都只是凤毛麟角 概率很低 还说只需要冒险干上一两年 赚个几十万就收手 俩人安稳过好日子 在杨博的语言公事下 陶静鬼使神差的答应了 杨博告诉他 女人运毒有先天优势 引导就是最隐秘的毒品藏处地 毕竟每天出入境的人众多 他还是个女人 引导又是私密未知 应该很容易混过去 听信杨博的说法 陶静被安排做第一单生意 杨博为陶静办了假身份证 又在银行开了个假账号 随后两人出国前往缅甸 在出发前 为了让陶静放心 杨博还向账户里打了2000元钱 他们在缅甸旅游了几天 直到上家把一公斤重的海洛因送了过来 杨博将其中200克的海洛因 用避孕套包成了多块 让陶静塞进了引导 然后呢 他又把到昆明的汽车票 和一个小提包交给陶静 并告诉他到底之后 把海洛因取出 放在包里 此时的陶静有些犹豫 杨博又表示 万一你出事了 我每年给你母亲寄一万元 直到他去世为止 于是 陶静一个人踏上了死亡之路 他连续经过了三个检查站 边防警察见陶静没有行李 年纪还小 便直接放行 1991年10月8日凌晨 如今成功的陶静打电话给杨博 杨博指示他到儿童医院附近 与一位戴白色运动帽 拿黑皮包的男人交易 陶静在一家24小时营业的快餐店挨到了早晨 哪知道昆明警方早已把当地的贩毒网络厘清 陶静毫无意外地成为了杨博贩毒的牺牲品 当局者迷 至死不愿供出爱人 能够戒掉高纯度海洛因毒瘾的 一百个瘾君子也未必有一个 戒不掉又买不起 为了毒资 就会造成更多的犯罪 毒品泛滥会导致犯罪横行 严重影响社会秩序 每年因为毒品直接或间接死亡的人数不胜数 这也是为什么陶静会被判死刑 因为贩毒等同于甚至高于杀人 当然 无前科劣迹 首次运毒的陶静 如果能够配合警方将毒瘟杨博引出来 并成功抓捕 他将因重大立功表现而被酌情减轻刑罚 基本不会被判死刑 而且更重要的是 陶静只带了一公斤毒品的五分之一 意味着剩下的八百克 或许正有某四个女人身体里运到了内地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可陶静就是坚持不开口 他甘愿为这个让他以身犯险的爱人放弃生命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司法程序运作的速度前所未有的快 就连死刑犯 从抓不到枪毙也很难超过三个月的时间 为此 警方多次提审陶静 希望他不要做傻事 时间不等人 只有尽快立功才能活命 警方还魄力将陶静的父母和哥哥叫过来劝说 但是陶静始终坚持 很快 二审宣判维持死刑判决 陶静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 被转入死刑带执行监事的陶静 遇到了四个同样等待执行死刑的女犯人 他们在得知陶静的遭遇后 无不认为陶静活得幼稚 毕竟 相比陶静而言 这四人连立功的机会都没有 只能选择等死 十月二十六日 执行死刑的日子 陶静被提前押解会员级 在刑刑的前一天 看守所管教民警仍在劝解陶静 告诉他想要立功 还来得及 陶静摇了摇头 表示希望女警请示上级 帮他把碧月欢取出来 让他干干净净的死 看守所所长应了他的请求 云行行前 陶静穿上了母亲准备好的崭新衣服 吃完母亲亲手做的饭后 被武警绑上求车 在公判现场宣判 而后送往了刑场 刑场上 原本一脸冷漠的陶静突然痛哭起来 但是为时已晚 随着一声枪响 陶静的人生永远定格在了二十岁 陶静死后 关于他的故事不静而走 有人因他的美貌而心生怜惜 有人因他不畏死的精神而表示敬意 但是更多的 则是认为毒贩死不足惜 关于陶静为什么死守杨博 在哪的秘密不放的原因 较为可信的说法有两种 一是贩毒集团凶残的手段 人尽皆知 或许陶静惧怕供出出卖杨博 会为家人带来杀身之火 是保全亲人之举 二是杨博曾许诺 如果陶静出世 就会每年为他母亲提供一万元的抚恤 为了让母亲得到这笔巨款 他选择赴死 陶静从始至终都知道 自己具不配合只有死 而他这样做毫无疑问就是在寻死 至于为什么寻死 想必是因为这二十年来 自己心中的亲情与爱情大厦逐渐崩塌 他为维持幸福所做的努力也被证明违法 他似乎因此丧失了活下去的兴趣与勇气 于是选择不作声 任由自己相消欲 只可惜 逃静寻死的选择终究是错的 他被枪决后 母亲因为过于伤心 在几年后去世 至此 也没见到杨博许诺的每年一万元的扶恤金 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感恩祝福大家 感恩祝福大家